老年人的身体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,随着年龄的增长,很多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也日渐下降,还有的人浑身都是病,像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年轻时候就调理好身体。 同时,老人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,那么哪些动作老年人不能做?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知道,老年人不是宜做的几个动作,一,仰卧体做,如果你是年轻人,最好每晚坚持做几十个仰卧体做。 但过了六十五岁,就别再坚持了,一是双手包头需要增弛力量,但可能因手臂肌肉力量不足,导致身体不平衡,二是它几乎要用到人体的整条脊柱,而很多老年人颈椎,摇椎都有问题,再加上骨质疏松,急易造成运动损伤,三是头部的位置变化较大,且以低头为主,心脑虚管病患者, 可能因此造成血压升高,发生意外,二是肌带扭转,从身体的一侧,一腰部为轴心,尽可能旋转到另一侧,这个动作对提高身体柔韧性,有一定好处,老年人背部肌肉力量下降,活动范围也开始受限,站着做这个动作,很容易造成运动损伤,也可能因身体不平衡而导致摔倒。 如果老年人想做这个动作,可以躺着或坐着进行,大家一定要护好腰部,且既转腰太快,如果想锻炼柔韧性,可以选择打太极拳,游泳等方式。 三,倒着走路,很多人认为,倒着走路改变了平时一程不变的走路方式,能缓解大脑衰老。 其实,大脑支配对策的理论,主要是针对左右两侧,并不是用于前后,倒着走路,由于老年人的平衡性、势力、反应能力等优所下降,反而容易引发意外。 如果听到意外声响,老年人还容易条件反射的猛回头,更增加了健康风险。 正常的快走就是最好的运动方式,走路时可以在边走边揉健身球或核套,这对刺激末少循环有好处。 如果坚持,搖倒着走,也一定要找个人少,车少的安全地段,最好有人在后面随时提醒风险。 四,弯腰取重物,生活中,不少人都有过闪腰的经历,弯腰取重物是人人都应避免的动作。 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,尤其要注意,取重物时,要翻步走。 第一步,先将身体向重物扣拢。 第二步,屈膝,屈宽,用双手把物品拿稳。 第三步,深吸深宽,这样就把物品拿起来了。 五,蒙起床。 人的血压并非一成不变,夜间和白天会有较大波动,因此,早上醒来后千万不能蒙起床,尤其是老年人。 当我们在夜里睡觉时,血压比较低,刚松醒时,血压会快速上升。 部分有清晨高血压的患者尤其如此。 如果起床太快太猛,有可能造成血压突然升高,导致心脑血管病急性发作。 此外,起床过猛还容易导致体位性低血压,会因脑供血不足,而导致晕觉或胜晕。 65岁以上的老年人起床时,要遵循二二一原则。 醒来后,睁眼在床上躺两分钟,起身后在床上坐两分钟,然后坐在床边等一分钟,最后再站起来下地活动。 六,排便太用力。 高血压等洗脑血管病患者,血管弹性变差,排便时患者的负压增高,百旧血管的阻力增加,血压随之上升。 如果此时用力过大,很可能导致颅内血管压力剧增,突发脑溢血。 老年人排便时,一定别太焦急,慢慢来,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。 多吃蔬菜水果,便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。 七,爬漏梯,进入老年后,人体肌肉会减少3%1%5%,身体平衡能力也变差。 爬漏梯这个锻炼方法,可能会导致意外发生。 绝大多数65岁以上的老年人,关节已经退化,上下楼梯或爬山时,膝关节承受的人体重量,是平时的315倍。 这会加重关节老化,老年人最好不要选择爬楼梯这个锻炼方法。 如果需要上下楼,一定要照稳敷手。 八,快速转头,这个动作容易导致头痛,头晕,严重时甚至可能又把心脑血管病急性发作,颈部骨折等,又高血压,颈椎病,固置疏松等疾病的老年人,尤其要避免快速转头。 老年人做哪些运动好? 一,太极拳,太极拳是我国传统的健身运动项目,具有健身和延年益收的功效,对防住慢性疾病有较好的效果,是非常适合于老年人的一种锻炼项目。 首先,打太极拳时全身贯注,注意力高度集中,眼随手转,不随身化,动作圆滑,连挂,稳健,协调,动中取静,有利于大闹的休息。 其次,有助于延缓激励衰退,保持和改善关节运动的灵活性。 二,医疗保健操,这套操也很适合,而且是全身运动,也可以在客厅、凉坛上坐。 新华书店同样有教练跌和表演跌慢,学起来也不难,但时间长,大约要五、六十分钟,而且五、六十个动作不容易计。 只有放铁碟开启音乐座,这套操对身体确实有好处,做起来也比较自由,很随意,就是时间太长不力坚持。 三,球类运动,适合于老年人锻炼的球类运动。 有健身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网球、台球、门球和高二夫球等,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在一选择。 四,散步,对于身体条件稍差的老人来说,剧烈点的运动有可能无法去做,那就去散步吧。 最容易了,在马路上、公园上随便走走,走的时候前后甩甩双手,抖走一下腿,也是可以让身体放松下来达到运动的目的的。 五,技工、理疗、锻炼要循序渐进,运动强度尽量要适当。 如果运动时感到发热、危害,运动后轻松、舒畅,说明运动适当。 运动时出现喉昏、胸闷、心悸。 运动后食欲减退、睡眠不好、明显疲劳,说明运动量过大。 实际是调整运动量。 六,象棋、健身操、各种其类活动。 唱歌、跳舞、运动要适当。 要有规律和计划老年人应当在做陈列注意早晨。 要到走可以触及小脑瓣大后要在一。 两小时后散步有助于消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